大家好,又回到我们妄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浪费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聘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官司 这宗官司相当的特别的 就是来自秘鲁,那有什么特别呢? 因为如果这宗官司一旦 原告是赢了 这百多年 西方的一些大企业 或者一些政府就有必要去赔偿 这百多年对气候变化 造成的影响 那事源是什么呢? 是一名农民 是来自秘鲁的 那就是起诉能源公司 就是德国的巨企 来恩集团 来恩集团 是德国一间 供应电力和天然气的公司 亦都是德国 第二大的电力公司 我们经常听到的名字,为什么呢? 因为 它现在也是叫救命的 它也是有引入俄罗斯天然气的 所以现在 是叫救命的 如果这宗官司 来恩集团是败诉的话 那就是打破 气候变化相关诉讼的先例 好像他这些八年巨企 或许 还有 国家政府 或许将来就会面临 很多很多的 赔偿 5月底的 几天里面 一群来自 欧洲的科学家 律师 还有法官 飞比尘常地聚集在海拔接近5000米的 秘鲁安帝斯山 看着一架无人机 向一座巨大 但是现在 不断萎缩的冰村 那里 拿资料 在盘旋 秘鲁其实 很多人的印象是觉得 南美洲很热的 不是 秘鲁有些地方很冷 是有冰村的 智利有些地方也很冷 阿根廷 也有地方很冷 阿根廷有国土在南极洲 所以大家 这个都要知道 不可以用自己 觉得南美洲肯定很热的 不是 这宗官司 就令到人家觉得 咦 会不会真是 可以叫西方赔偿呢 因为西方现在 就把波抛了给中国 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的 就说 你们 十凌二十年 排了很多 二氧化碳 但是 你看回历史长河来说 我们看看哪个排得最多 这里 是非常壮观的 有很漂亮的 蓝色的 帕尔卡 科茶湖 在阳光下 闪闪发光 前面 是几百米高的 岩石 和冰组成的 巨大墙壁 冰村的正面 向后延伸 覆盖着雪山 这麽漂亮的景色 亦掩盖不到一个很危险的事实 经常有雪崩 雪崩之后 那些雪当然 要跌入湖 洪水 就可能冲入下面的 Wahaz 阿拉哈兹斯 这个 非比尋常的组织 在深山收集数据 这个 就是 农民 紐亚 对德国最大的 公用事业公司来恩集团 起诉的一场 超级风暴 这位农民就认为 由于来恩集团 在他们 1824年全球历史中排放 二氧化弹 导致全球变暖 令到冰村缩小 这间公司 应该帮助 支付 保护他们 那条村所有的费用 或者是迁移 或者是有一些 措施令到不会被水淹没 来恩集团 从来都没有在秘魯 开展过任何业务 但是 我们看到一件事 在一份报告我们看到 德国 是欧洲 十大污染 环境的国家之一 当然德国自己的环境就很好 但是 它污染到其他 看回历史长河 这份报告 是2014年出来的 其实很多环境专家 是用了很长时间做的 就是由 17 51年到2010年期间 全球累计的工业探和甲苑排放量 德国 就是占 这些东西的百分之 0.47 它的影响力是超越各界的 另外 我们也看一看 来自 气候问责 研究所 在 1851年 到2010年 这个工业甲苑开始 大概 世界上最大的私人 排碳 人士或公司 是什么 最高的 是来自美国 现在还是有的 雪佛龙 他 占 全球碳排放量的百分比 3.52% 第2 亦是来自美国的 亦是深美孚 就是 3.22% 第3 就是 BP 就是英国石油公司 2.47% 第4 就是显鹤 2.12% 第5 就来自美国的 康菲石油公司 1.16% 当然 澳洲 也是 有的 澳洲 必和必拓 其实 可以说是英澳公司 因为它是两个总部 澳洲有总部 英国有总部 但是 营运的总部多数是在澳洲 必和必拓 就占 0.52% 刚才说的来因 就是0.47% 所以 为什么西方现在整天要赶中国 因为这些这么长的历史责任 他就不算 大概 150年的 历史责任 他就把20年的推卸给中国 所以 在2015年 德国 提起的一场 诉讼当中 刚才我们说的那位农民纽雅 他就说 这家公司 应该是支付 他们的村 是0.43%的 保护成本 即是2万9 来因集团就说 这种说法 是没有德国的 法律依据的 而且从司法上说 不可能将特定的当地 气候变化后果 归咎于某间公司 不过 这位纽雅 秘鲁农民的行动 完全是由 捐款 赞助的 他的意义不单止是补偿 这个争端 已经是接近最后一个阶段 是一个 具有理情悲息的案件 在世界各地 很多学者 和社运人士 诉讼专家就看来 这个将会是一个潜在的分岁 可能引发 一波针对气候有关 破坏提出 赔上的 大浪潮 刚才我们看到这些公司 很多依然存在 雪佛龙有 艾赫森美孚有 BP有 显鹤有 必和必托有 还有 来因集团都有 支持这位 纽雅 秘鲁农民的 组织 就是一个NGO 是叫做德国观察 他们就说 如果这起案件 成功的话 将会有大量 整千上万的案件出现在法庭 来自巴黎协定签署的六年里面 和气候相关的诉讼不断增加 这个只是其中一宗 但是 这宗是意味深长的 因为 如果真是赢了 这些超级巨棋 和一些国家的政府 就有排排了 但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赢 真心地说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赢 在巴黎协议当中 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同意将 全球 变暖的温度控制在低于 两摄氏度之内 这个 就为环保人士提供了新的 法律的 武器 如果真是赢了 我说 因为 德国国内的法院 会被要求解释 这个条约 之后 其他世界各地的法院 都会是要做事的 最近有没有胜利呢 最近的胜利比喻 法院 不过不是来自 德国是来自法国 在2021年的仲裁当中 规定政府必须为 减排做更加多的工作 其实是鼓舞了 环境学者 亦都为 气候案件提供 资金 当然资金越来越多 很多司法管车区 亦越来越多接受 压制气候变化的必然性 在2021年的 一项 裁决当中 荷兰一家法院就裁定 超级巨头 刚才我们说的蜆鹤 就是石油巨头 荷兰王家蜆鹤集团 有 照顾荷兰公民的义务 必须大力减排 虽然 紐亚这位秘劳农民要求的赔偿金额 对于来因集团来说 都不是钱来两万欧罗 资产是个个百亿欧罗 但是如果胜数的话 其他 超级巨企 那么多年污染 全世界 可能 这些 事实一展示出来的时候 类似的索赔 是带来了巨大风暴 金额 可能是大到 你不信的 那 来因集团的营业额有300亿欧元 2万欧元 对于他来说都不是钱来的 但是这场官司 如果一赢了 那就真的不得了 但我相信真的没那么容易 这些法律挑战 很多时候要十几年 甚至 来自纽约哥倫比亚大学 撒宾气候变快 法律研究所的专家 叫做白格 他说 法官的决定将影响其他 国家法官的想法 这些法官 看到气候案件 进入他们的法庭 现在就在寻求指导 一成为了案例 应该大家都会跟 即使 纽瓦的挑战是失败 在落后国家 要求提供和气候相关的资金 支持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 是唤醒了很多国家 这个案例 的架构 亦会成为其他国家 提供的借镜 来因集团的案件 是 这类跨国诉讼第一单 起到那么重要作用的案件 可以说是 历史性 亦被认为是第一次一个国家的居民 向其他地方的污染人士 寻求赔偿 当然 最终会有一个 我相信 今次挑战不了 最后肯定有一个法庭 一定的 你信不信 就会有一个法庭 下令赔偿 不过这个 是不可能估计或者是限制的责任 不过我觉得 也是躲不过 现在全世界都在这个议题的时候 你百多年始终有日要埋单 但是 当然我相信这些巨企 会一起 非常强烈地用最擅长的人士去抵制 即是找一些最高级的法律专家 去帮他们辩护 这场斗争亦反映了一个严峻的事实 那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人 往往 没有做 一些什么 是的 太平洋倒门也是 他们经常说 我们这么穷什么都做不到 为什么我们 要失去我们家园 我们没有了我们家 被水泡了 他们 就会觉得是被这些大型的污染企业抛弃了 因为他们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保护他们 当然对气候变化什么都没有做 纽纳的律师 维尔海恩 就说 当他们2015年接到这个案的时候 每个人都觉得很crazy 哇 你们是不是傻的 当然是告不入了 但是 科学 来说 是对他们有利的 他觉得 他说从来没有那么乐观过对这案 即使农民输了 谁应该为气候变化造成 破坏的问题也不会消失 起码换成世人 为了有机会获成 纽纳的法律团队 必须要先证明他们财产 受到重大并迫在眉睫的威胁 这个就是由德国 哈姆地区法院 任命的科学家 他是找第三方的 这个就是为了持平 在五月份 为其一个星期的 科学研究和採养当中 是拿证据 在德国的 法官监察之下 他们将进行这宗案的裁决 科学家 很多家专家 全部都是 採集土壤样本并且记录 测量的结果 一部无人机 就飞到 冰场 理论上 可以通过船隻进入 但是由于 这些冰有可能跌下来 因为气候变化 冰川融化很危险 整块跌下来 过吨重 其实接近冰场很危险 之前纽亚团队 的 地质专家 马田 博里吉 一直听到一种 持续的 噪音 时不时都有 这个就是小型冰川的丹塔 令人相当震惊 其实 现在的证据似时似刻 我看了大量的文献 其实在秘魯这些冰川 其实有大量证据 包括这个 对原告是有利的 因为事实上 但是 有样东西就证明不了在那间公司做的 你说气候变化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 纽亚 的事情 来因集团当然要反 反击 来因集团对纽亚团队 在这件案件当中交给 法国 交给德国法庭的 气候专家的资料提出质疑 就说是抹黑 其中大部分都是闭门讨论 他们发了份声明 这家公司就说必须允许 他进行研究 的团队 和 来因集团的团队进行辩论 大家找大家专家辩论 以及这些研究是不是 和本案有关 来因集团 不否认 气候变化 人类一直影响着气候 除了证明 对他 这个农民的威胁之外 农民的团队 还必须证明来因集团对这种风险 有部分责任 因为 他的历史排放令到 他们的风险增大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其实到今时今刻你都很难证明 所以我是觉得很难 能够高得入 当然你说是否气候变化影响令到冰川溶化 当然 现在就是 归因科学大展身手的时候 归因科学是什么 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 研究领域 研究气候变化在几大程度上 导致 极端的 自然事件 可能的程度 或者 可能性有多大 以及 谁是排放了 导致气候变暖的污染 这个研究领域 曾经是 一个小众的专业领域 我有个朋友也学习 贵因科学 不过不过 很难的 这些真的要很细很细研究到 但是过去20年 发展很迅速 科学家 越来越善于找出因果关系 好像 来自 优师科学家 联盟 的专家 他就是贵因科学的专家 他说如果这些 进展这几年没那么快 证明 气候 相关的破坏 的责任人是很难的 好好地 现在 越来越多的 科学的 武器 形容 他就说 内因的案 在 10到15年前 是不可能发生的 即是没有人会做 但是现在有归因科学 有机会的 但是我觉得也很难 对于纽瓦的支持者来说 获胜就是叫做气候正义 或者说 在大污染制造者和 气候变化贡献不大 的巨企 他们应该是更加注意社会 和获利之间的平衡 其实有些 发展中国家都是寻求 气候正义 如果这宗案件 真的 成功的话 就会立法浪潮 因为 我们之前说过在波音的 气候讨论大会 那些 发达国家 是不肯赔偿補偿的 也只有港字 又说很爱的环境 最后什么都不肯做 就像 加蓬的 水利森林 海洋及环境部长 Lee White 就说如果他代表的是一个 面临着 气候风险就快灭亡的国家 就一定要採取 是这个法律行动 加蓬是一个 相对富裕的 非洲国家 加蓬 亦是说法文的 当然希望这场官司 我们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好,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